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 前方有一个瀑布 瀑布下面满是石碎 一人一龙走到丛林深处 突然一头梅花鹿出现在眼前 小黑刚要启动 强子挡在他的前面 让他识相点 以为摆平了小黑 强子追上了那只梅花鹿 他悄悄靠近准备下手 然而小黑这家伙又出现了 这家伙实在是讨厌 拿起长矛插枪小黑 强子踩在梅花鹿的尸体上 小黑上去就撞飞了强子 一人一龙就这么打了起来 天空中下起了暴雨 小黑一口咬断了强子的长矛 小黑随便做了两个棍子 朝着小黑就冲了过去 邦邦就是两下 小黑怒了开始反击 强子也动了真火 使出了必杀技会性一击 没想到被小黑一口吞入嘴里 小黑没有用力 他把强子吐了出来 强子不服准备再战 突然身后传来沙沙声 一人一龙转头一看 吓傻了 你在十前时代绝对无法生存超过五分钟 你看这个蛇群吧 连霸王龙都要逃跑 密密麻麻的蛇群 没一只都有大树那么粗 霸王龙小黑率先转身逃跑 原始人强子紧随起后 他们一路狂奔 暴雨引发了山洪 洪水夹杂的蛇群奔涌了下来 强子和小黑被洪水吞噬 在水中 无数条蛇攻击了过来 强子被树干拍飞 小黑被蛇咬伤 强子起身呼吸空气 却遭巨蟒偷袭 赶紧跑路 小黑一口咬住了巨蟒 一龙一蛇缠斗在一起 强子想帮忙 但氧气不足 他浮出水面换气 发现前方就是那个瀑布 下面满是石碎 掉下去就得没命了 强子立刻潜入水中寻找小黑 水里已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巨蟒的头颅从他的身边飘过 小黑成功击杀巨蟒 眼看就要掉下瀑布 强子灵机一动 抱住巨蟒的躯体 小黑心领神会 一口咬住躯干 一人一龙摆好架石后 巨蟒的尸体挂住了岩石 虽然小黑的体重是强子的好几倍 但强子还是紧紧抱住蛇的躯体 他苦苦坚持着 但蛇的躯体开始慢慢打滑 他们都掉了下去 小黑比较幸运 直接掉落在了水里 强子却重重摔在巨石上 昏死过去 小黑将昏迷中的强子打捞上来 看着奄奄一息的强子 小黑转身离开 不久后 强子苏醒了过来 他猜到了是小黑救了他 小黑居然寻回了强子丢失的长矛 强子看着长矛 会心一笑 经此一意 他们的感情更进一步 他们终于开始合作狩猎了 夜晚 有蛇想偷袭小黑 强子瞬间将其秒杀 看着一旁酣睡的小黑 强子温暖的感觉回来了 明天又有怎样的危险 在等待着他们呢